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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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所以說今天 我們來玩這個模組叫做 最終幻想 Final Fantasy 這個模組呢 顧名思義就是會有一些最終幻想的東西出現 那這個模組我看一下 他是甚麼時候出的 好像是最近的樣子 我來看看 他的上 張貼日期是2月16號 三天前 然後呢他裡面好像有一些龍吧 那這個作者上面有說到 呃代碼用 ACM找 他說太多的藍的複製喔 所以說我們待會用ACM來稍微看一下 這個模組裡面有甚麼東西喔 然後他說目前正在測試階段喔 那會有一些問題 不過我覺得應該是不太要緊吧 反正 不至於到崩潰應該都還可以啦 好吧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他這個 我身上裝備的這個就是 最終幻想的模組的裝備喔 甚麼未完成的龍騎士頭盔 然後你看我現在 四男四女呢分不清楚 好不好就是 哈哈哈哈 好就是有鬍子這樣子 我想說要不要剪刀把自己鬍子先剪掉一下 面部 剪光光接受 好看一下 喔 好了 終於稍微有點人模人樣了 非常好 好了剪完了 好啦 那給各位看一下齁 他的最終幻想呢 龍騎士齁 然後套裝 然後水晶之間 這個東西呢 老頭已經擺上去 老頭已經看過了 喔這個 這個水晶之間好像沒有甚麼功能喔 欸 單純好像就是BGM而已阿 欸 然後這個甚麼土之水晶 這個我也不知道是幹嘛的 水晶之間我都已經擺過了 他的功能就是放上去之後呢 會有一些BGM的產生 大致上沒有甚麼多 沒有甚麼特別的就是阿 好看一下 甚麼多雅的愛意 這個是拿來製作的東西阿 這個也沒甚麼 他的內容大概是這些 然後甚麼刺客 需要一些多雅的愛意才可以做出來 這邊會有甚麼火殘除 需要多雅的愛意 喔又是要多雅的愛意 然後再來蟹藥 蟹藥怎麼做 蟹藥是木頭喔 這些東西做一做之後呢 才有辦法製作出來喔 好不好 那多雅的愛意的話 他是需要風之 風水晶碎片 我是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是要直接去 打怪物做出來吧 我是覺得他這應該是要打怪做出來喔 那甚麼 斧肉 這邊100個可以做一個斧肉 還不錯 還不錯 我們來用一下多雅的愛意好了 我懶得去外面做收集了 我直接呢 就是直接這邊做出來 1000 弄個3000個左右 蟹藥大概也是3000個左右 OK 這樣應該就可以做出來了吧 我們來看一下火殘除 這邊還有這個機械風神 還有甚麼 為甚麼做一做之後直接給你跳這樣子 看一下 這樣好多了 我們看一下風殘除喔 不是風殘除 火殘除 看一下這甚麼樣子 哇靠這麼大一隻 等一下等等等等 阿這就是方舟的那種殘除阿 只是做比較大隻一點而已阿 然後我整個人也變大了 哈哈哈哈 我還會吐一個黃色噴霧 殘除的口臭 然後為甚麼打不死呢 這隻血到底多少阿 阿龜的血有這麼多喔 有人要死了 C劍沒功能 所以說這隻幹嘛的 這隻不知道要幹嘛的 反正就是 召喚出來用的 很大隻的一隻殘除 這麼大隻看了有沒有覺得很害怕 一口把我吞下去 嚇死了 好算了 這個沒甚麼 我們看一下這個水蛇好了 潛水小能手 除蟲小能手 所以說我這隻做出來是潛水對不對 機械風神 還有刺客這些都做一做好了啦 等一下來看一下 阿按到風神了 好 我們的機械風神出來了 我本來是要看我們的水蛇說 唉唷 感覺不錯喔 機械風神一龍 裡面有甚麼東西 甚麼都沒有 右鍵跟C鍵 這個就只是單純換皮膚而已阿 這個也沒甚麼東西阿 換個皮膚而已阿 沒意思 我們來看下一個 欸不要跟著我 不要跟著我 來看下一個有甚麼 水蛇 應該就是一隻蛇吧 就是一隻藍色的蛇 阿可不可以騎 可以騎 他說在 水中的小能手 在水裡 應該會游非常的快 大概是這個意思吧 對不對 那另外一個刺客好像是可以 可以不斷的 成長的樣子吧 看一下游有多快 還挺快的 有啦挺快的挺快的 但是怎麼感覺好像沒辦法轉彎 他只能往前 他只能往前 哥哥阿 轉個彎阿 哈哈 轉個彎要尻這麼一大圈 好 再來看一下刺客喔 這刺客到底是長甚麼樣子呢 聽說這個刺客是成長型的 有沒有 他上面寫說 擁有成長能力的英雄 來丟出來了 阿為甚麼丟出來攻擊我 阿勒不丟喔 欸我被咬了欸 為甚麼 刺客一階 阿我不能訓服他喔 欸不要打他不要打他 他打是我阿 你打風神一龍阿 射不暈欸這傢伙 這傢伙會攻擊打不贏 完了我手上沒有甚麼武器可以跟他抗衡欸 然後他又打不死我 幹拿斧頭尻死他 不能暈 欸甚麼事都不能做 好吧幫你打死好了 嫩 欸 他飛去哪裡了阿直接一個噴飛喔 阿奇怪阿這個刺客召喚出來不是拿來拿來成長的 他一直說擁有成長能力的 我再看一次好了 擁有成長能力的英雄阿不對阿阿招出來他又攻擊我阿這到底在幹嘛 阿算阿不管了不管了 哈哈哈哈我真的不管了 好啦這四隻看完了齁 接下來呢來看一下 他真正裡面的東西齁 他說這些東西目前好像沒有辦法在野外產生喔 所以說只能靠這個ACM的這個模組指令召喚出來喔 那你們這邊會看到這邊陸地上的生物有甚麼 暗之赤面龍 風之赤面龍 風之迅猛龍 土之恐狼 這就屬性的欸 風之迅猛龍應該是 我看一下好了 來 阿就綠色的 欸感覺挺屌的 全綠 然後呢 下位證明 可以進化成屬性 OMG 那這個證明要怎麼用 用水晶碎片 那這是要我去外面打怪 是這樣子嗎 喔對了 這個模組他說外面有一些生物好像會被強化吧 我是沒看過啦 欸我們就來稍微看一下好了 哈哈 哈哈哈哈 Holy SHÍT 成像起風啦 哇 攻擊下去直接賦予風系魔法 哇那是直接被噴飛 我會被當機 哈哈哈哈 OMG OMG 那右鍵攻擊有沒有效果啊 超快的欸 嗚呼 只要有攻擊到阿 他這邊都寫什麼 風精靈的祝福 小幅的回血移動速度激增 只要有攻擊到 阿靠北 阿怎麼掉下來了 What?產生了bug 水喔 我上來了 哇 穿牆啦 停不下來了 還好有在水裡 不然的話我可能一去不復返 哇他這還有楓葉效果 做得不錯阿 做得不錯我覺得 可是為什麼目前為止還沒遇到一些 那個什麼幻想的生物 最終幻想的生物 還是說這裡不會有阿 這樣的話那個雷龍咬死會不會飛超遠的 我們試試看 我們就找這隻試試看好了 咬 哈哈哈哈 哇拉塔斯要吹去哪裡阿 吹去哪裡美國喔 阿這個咧 阿這咬死又不行了 這隻這隻這隻 我們往這邊咬 欸停住了 應該要有一個角度吧 HELLO 飛 飛起來 啊飛不起來 阿這霸王龍應該也可以咬喔 飛上青天 上青天 哈哈哈哈 該笑死 飛上青天 喔好好玩喔 好玩捏 好啦算了不要再玩了 玩下去沒有介紹其他恐龍不行了 這個 這個還蠻好玩的我覺得 好我們再來看齁 呃 陸地上的生物 剛剛這邊有寫嘛 暗之刺滅龍 這個應該是 滅絕裡面的龍吧 我們看一下 喔呦 欸對欸滅絕裡面的龍欸 然後他只是把它做得有點直直的 欸然後 有什麼功能 還是說攻擊會有黑暗屬性 黑魔法 我覺得我以後召喚都在外面好了啦 不然有點麻煩欸 走路有點慢 這個這個是滅絕的那個 滅絕官方的攻擊技能喔 這邊超多喔 剛好可以使用我這一招打安安 哇三隻霸王龍群咬 欸欸按到了按到了 喔靠全部都是火焰屬性 你看還沒看到珍貴的畫面有點可惜 可惜了可惜了 各種狀態 會造成各種狀態疊加是不是 好像是樣子欸 不過這隻有點慢就是了 那其他屬性的相對應該會不一樣齁 阿這隻不是也是瘋屬性的嗎 怎麼沒有那種buff的那個 效果在阿 用咬的 用咬的就有欸 有啦有變快有變快 可是 也慢慢來欸 這跟迅猛龍差太多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飛超遠的 推飛 幹什麼東西 蛤很強是不是 很強喔 哈哈哈哈 唉唷欸 哦哇 飛高高阿 這隻讓你飛高高 好玩玩了 欸火屬性還沒看過齁 什麼效果? 火神之力 減少自身防禦 減少自身防禦跟生命? 大幅提升攻擊力 這瞬間增加攻擊力啦 還好還好 三屬性的刺面龍 火之恐狼 土之恐狼 欸土的我沒看過欸 那就黃色嘛對不對 然後呢有什麼效果 增加防禦力 有沒有這可能? 有! 效果是什麼? 提升防禦力 果然 我就知道 我就知道 提升防禦力 然後周遭會有這個 哇 土盾是不是 嗯 我的火殘廚被土之遜魔龍打死 WAT 我們這邊哪時候出了一隻土之遜魔龍 打死他 唉唷 野生生物出現了 弄死他弄死他 讓他知道林伯厲害 可是 我根本跟不上 哈哈哈哈 搖 搖 搖死他 搖 有 有 有 拿到什麼 感覺什麼都沒有拿到 什麼都沒有拿到 我們看一下這隻瘋之遜魔龍 給他一個 讓他轉成冰的看會怎樣 好奇 好奇 有啊 進化了 喔 喔 靜化還有BGM 有點久 到底要不要進化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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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有點久哦 這怎樣每進化一個階段都要跳將近三到五分鐘的恰恰這樣子嗎 愛情的恰恰 等一下 沒反應欸 哈囉 看來這個應該是bug 進化未完全 對現在目前這個狀況有點尷尬 欸進化了 哪裡 變成冰了欸 任意變換屬性 我們看一下打這個變什麼 喔 欸好用欸 直接冰柱阿 欸真的我說真的直接冰柱 好用雖然速度慢了點 但是這個CC技 牽制技 拿來打王可能從頭冰到尾吧 無效果狀態 不過可以冰速我覺得就覺得這很強了 冰多久不知道阿 有沒有 三隻冰雕 欸一千多的 你好嗎 嫩 不知道他哪時候才會解冰 嗯 看得出來這個解冰的程度喔 大概約末十五秒左右吧 算了把他咬死好了 代金花的霸王龍 翻滾星寶寶是像我哥阿 二師兄金虎 火之旭猛龍 火之劍齒虎 我看一下代金花的霸王龍好了 就直接叫代金花的霸王龍 血有一萬一 然後就這樣子 代金花的霸王龍 裡面沒有任何東西阿 還是說 要用暈眩馴服的才會有效果 我們再測試一次 代金花的霸王龍 還有代金花的霸王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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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接造一隻一等的出來 然後把他射暈 欸對 射暈馴服 吃個大腿肉先 一樣沒有什麼P喔 老樣子 還是說要上鞍之後才會有效果呢 來我們這邊 沒有鞍阿 這個模組沒有鞍阿 難道用方舟的鞍是不是 方舟的鞍嗎 試試看 沒有錯 他還是一樣阿 欸可是他光是代金花的霸王龍 血量就好多喔 有點猛耶 我覺得這個應該到時候等更新吧 各位應該還記得我那時候我所說的 他這個模組還在測試階段喔 才剛開始而已喔 希望這個代金花的霸王龍之後可以就是 來個進化之類的 我覺得應該會很不錯喔 風天王之魂 火天王之魂 好這個之後我們再慢慢看好不好 我們今天差不多先到這裡結束了 好不好 這個模組我覺得還不錯啦 尤其讓我為之一亮的就是這個迅猛龍的屬性喔 還蠻酷的 尤其是風之迅猛龍跟我們的冰之迅猛龍 那其他屬性的恐龍的話還沒有大致上應該說還沒有全部看過 那下一集的話呢一樣我們繼續會摸索這個模組 看一下這個模組到底還有沒有什麼一些有趣的內容好不好 那麼今天影片抽先到這裡結束啦 如果選我的影片記得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玩笑幫我留言 我是老頭 好我們下一集繼續我們的最終幻想模組 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